法尔街日报日前披露 中国大陆将以几十亿美元代价 在佛州南方160公里处的古巴领土上 打造窃听设施 对此美国国防部先是否认 如今却翻盘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now confirming that China has been operating military and spying facilities in Cuba for at least four years And earlier this week CNN confirmed that Cuba will allow China to build a new spying facility to eavesdrop on US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whic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d previously denied 不光是证实 中国已在古巴运作监听行为多年 白宫官员还透露 中国将持续在古巴打造新的监听站 对此大陆外交部在第一时间痛批造谣 造谣污蔑是美国的惯用伎俩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社评更点出 华尔街日报披露 中国监听与美国国务清泉出 将访问北京大有关系 还说这是美方自导自演的戏码 文中更直指 美国国会有些人逢中必反 不论是一二月发生的侦查气球事件 又或是大陆和古巴的监听事件 前资深外交官切文吉点出 都刚好发生在美国国务清布林肯访华之前 美国放出这些消息就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 东方日报评论员陈敬丽更直言 其实美国有许多人并不希望美中关系改善 即便没话题也要制造话题 因为凸显美中矛盾制造地缘局势紧张 才可能从中获利 记得林肯宗报道